講完非常精彩的大師作品 我們來講辛瑞好了 今年新北市電影節 也有很多新導演的世界首映 文二北投 文二北投 他是什麼樣子的一個導演 好 我可以先講文二北投 他其實是姓文叫二北投 姓文叫二北投 這是他自己取的 可是他 他當然你說 真的要知道他的英文名字 西班牙文名字 因為他是西班牙人 他是叫Obera Bandura 然後他還有一個母親 那個我也發不出一個 那我會認識他是 因為我當過另外一個影展的評審 然後那時候他的 他其實我評了兩次 他剛好都沒得獎 可是我對他的作品 非常有印象 因為他都是用非常少的經費 但是他的作品 一點也不 你也一點 也讓你看不出很少錢 我們昨天有介紹過 新北市電影節 今天要了一部迴轉時光集 有沒有prima 花了七千塊美金 但是變成世界這幾年 最重要的科幻片 那我覺得文樂北投他的片子 也有那樣子的一個潛力 那文樂北投他很神奇的是 他其實是西班牙人 在西班牙長大 可是他後來決定去日本念大學 所以他在日本待了非常多的時間 後來又念碩士 然後後來他又不曉得怎麼樣 娶了一個臺灣老婆 是 所以他的創作背景就變成在西班牙 日本還有臺灣之間 那他他的 那其實這三部自己的人生 自己叫自己舊 是三部短片的一個合集 我那時候就在策劃的時候 跟他聊了蠻多 因為我一直想要把之前看過那兩部片 剛好聽到他最近來臺灣拍新片 已經後製快要完成 我就請他給我看 那我發現他他換了一個環境 可是他都還是能夠表達 他自己的一個作者風格 他自己的一個美學追求 其實都還蠻一致性的 那比如說第一部片劇本日本拍 因為是他的碩士畢業製作 那揮甘是他博士 他其實已經他是非常高學歷 是他在西班牙的一個畢業製作 所以那這部片回到老婆的故鄉來派 叫做五二零惠蘭 五二零是數字 惠蘭是一個女生的名字 那五二零惠蘭是一部驚悚片 我不要講太多好了 就是大家可能會覺得這什麼片名 劇本跟灰桿都還能理解 但是其實他他的創作 就是如果你三部片連著看下來 就會有個想法是 他其實不斷地在講 我們要操縱自己 你我們自己的人生 要由自己去操縱這件事情 不能去 不能任由外力去隨意支配 要不然你這樣就會失去自我 就是聽起來這樣好像還是蠻勵志的 有沒有 好像是一個很有希望的故事 可是其他的電影都非常黑色 然後還蠻詭譎的這樣子 而且會不斷地 你會隨著故事主角 他經歷許多事件 不斷地在立場上轉 轉就是到底現在是真是假 我覺得他他很擅長去把那整個 就是把我們帶著隨著那個故事的主人 然後就陷入一個那種無理屋中 然後就不曉得我接下來下一部 到底要怎麼抉擇 他其實劇本那一部片 因為是講一群人 然後他們被被迫要做一個實驗 去贏得獎金 就有點像我們看到奪魂劇 那一類的那種驚悚片 有沒有 在一個環境 跟陌生人相處 然後把大家逼得都快要瘋掉 那這部五二零 其實也有類似的這樣一個場景 你如果看那張海報 你就知道有一臺公車 那那臺公車就是一個封閉的場景 那我覺得他雖然不是臺灣人 其實他這部片是來臺灣製作 那他所拍的這一個類型的方向 剛好是很多臺灣的年輕創作者 一直比較少於去觸碰的一個類型 所以我是很希望能夠把他引進 然後讓大家能夠有機會 看到這個奇才 他連連續三部片 在不同的國家 跟不同的班地聯合創作 然後也許也許這也是一個 新的一種出路這樣子 對那那因為我們這次世界首映 還有邀了一些臺灣的本土的一個新銳電影工作者 他們的短片 也來進行世界首映 那其實是希望好像能夠促成一個交流 包含像我們拍的一個穿梭大道成時空 那個穿梭時空的叫時光之絆 那另外還有一個曾經 他是更生人的導演叫張再新 張再新他其實也有演五二零惠蘭 因為他其實也是臺灣還蠻知名的演員 專門演流氓 那他本身也是得獎導演 那他導演的那個曼陀羅 講的是兩個少女的青春 記事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些世界首映作品 連同昨天介紹過的太陽花的相關的 這些短片 然後去連成一個臺灣的新銳創作者的短片的 在短片部分 其實是非常欣欣向榮 非常蓬勃 然後跟這樣一個外國的導演 去作為一個對照 記得大概十年前吧 知名的純愛教主 顏謹俊二 他有一套作品叫做花語 愛麗絲 他其實算是為那個 為電影的先驅 一開始是廣告 後來就發展成一部 類似散文風格的青春電影 然後引起非常大的迴響 那其實就是這一系列 為了日本的那個 雀草他們的那個機構去成立 去支持的